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的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City 城樺過浸租 普通人民島倒掉頭了 電影九龍城寨之遺誠 勾起香港人對九龍城寨的回憶 這個昔日的三不管地大 是聚惡溫床貧民棲廁之地 戲中人暴力,大有意概雲天 而現實之中 真正在城寨長大 生活多年的舞打演員羅莽 見盡這裡 誰戴誰惡的秩序管理 羅網13歲,津富明,學螳螂拳 年武練出一身見石 就是要保衛家人,對下有六個弟弟 跟一般城寨居民不一樣 羅富早年已經是大業主 我爸媽的職業是建築的 在內地偷渡來香港 很公開 他曾經試過三天三夜喝水喉水 在地上他很廣告整齊 他經常去撿垃圾、建築工具 他去撿好它 有個老闆見到他這麼勤勞 看中他,賞息給他一個草皮鋪 即是舊機場的草皮 給他賺了幾十萬 那個年代是很厲害的 九朗堂一層樓都是八萬 我媽媽叫他買 有九龍堂不選 為何偏偏要選在品牢複雜的九龍城寨做業主 有些鴉片戰爭人物 就遊說他 方便他 我爸爸入城寨 方便他可以 方便抽鴉片 他又不喜歡偷工減料 他又喜歡真材實料 親力親為 所以他又自己在九龍城寨 就是中心那裡 龍津樓 剛剛就是中心那裡 獨一模擬建一棟五樓的堂樓 他們搬進去的時候 城寨仍未出現樓貼樓的恐怖製壁 因為我住在一個地方 大井街龍津樓三行四號五樓 我住在最高層 有些人叫我五哥五哥 因為我住在第五層 雖然我是大哥 但他口頭閃 所以有時候叫我五哥五哥的情況 其餘四層就出租 欠監管為了降低成本 省回打裝工程 城寨陸續出現樓貼樓的連體建造 羅網說大概是十九歲左右 有天回家 發現連槍都打不開 唯有主動找對方談判 我去跟他們理論 最初他見到我 就拿著鏟開工 他說停工 他見到我 就馬上鏟向著我 走這麼說 快走這麼說 小朋友 我告訴他們 你們這樣不對 我們太陽也見不到 塞了窗門 明明起床不見 你這樣 即是 自己得益 又損害別人 於利不合 他見到我身形 走心肌肉 威風淋淋 所以他們欺負了 自己理虧 他反省一下 然後他就肯賠償 三層樓給我們 他說有功夫底 沒人敢欺負 不過包弟也試過 上學途中被恐嚇 要他加入黑社會 在城寨有一條路 叫西城路 我在那條路出城寨 出城寨 我見到我弟弟就走過來 大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什麼事啊 我見到有很多爛仔 就衝過來 我立刻飆上前 大學一聲 為什麼你們這樣說 他們就見到我這樣 雞腿狗走 證明我練過這麼久的功夫 真的沒有白費 電影之中 五韻龍飾演的黃狗 色硬氣功 現實中 羅網爸爸雖然會玩神打 但跟人爭執的時候 被人用鐵錘襲擊 一樣打破頭 他有學過神功的 他想什麼叫我學 但我學不到 我寧願喜歡學明 也沒有 很顯像氣 穩柔複雜 學一些功夫 都可以防身 一來可以強身健體 二來可以保衛家園 這個已經成為歷史的黑暗之城 也勾起羅網一段疑時回憶 天台上有個水光 我爸爸經常說 你們玩不玩 千萬不要去水光 因為你不讓我去 我以為好奇 因為年輕人 白眼 爬上去 爬上去 爬上去看水光沒什麼 跳下去游泳 跳下去 然後有個膠袋 有膠袋拿出來看看 膠袋包著包著 很密封 一把那些 經常拍戲看到的 那些叫薄荷 即是國民黨的年代 那些槍 有個紅筋包著 哇 我看到 立刻 立刻不出聲 就放回去 我想我爸爸也是 他的經驗 即是如果是 功夫不行 因為可能他被人 襲擊過之後 所以他為了刺衛 萬不已 逼不到我 我就和你們死過 你知道 當年城寨充斥黃島 羅莫說 道友追龍 吃鴉片煙的 會有他的鬥口 不會越界 我躺在這裏很少 因為他們 因為城寨 他們有很多生意 他們 不知怎麽說 可能是 做生意 都不想 那些人 搞搞鎮 導友很少見 應該是 導友 一個地方給他吃 吸毒 一個地方給他吃 他們說 有些導友 沒有錢 他們會走到地方去偷東西 他們見到他 抓住他 都不會說 沒可能抓到警署 打他一身 趕他走 叫他以後不要來 毒品的禍害 他曾經痛恨到去掃場 兩個人只在吸毒的探場挑機 有很多探戶 你知警察 探場的陳臘都很出名 叫擺橫 擺橫 即是吃麵煙 我看到這樣 我不喜歡 我就掃到那些煙槍 掃到那裡 陳臘探場 炸時機 潮州華 炸死 炸時機 小孩子 你有種 我真的有種 陳臘是當年提拔女落上位的探場 羅網不知天高地厚 挑機陳臘 事後他竟然沒有被算掌 我爸爸在這裡 我爸爸和陳臘是朋友 陳臘是朋友 探掌是保護這些鴉片煙檔 有錢收的 我看到他不喜歡 不要吃鴉片煙 還有黑暗之城 他怎樣可以出於烏黎而不染 不被誘惑凡事 可能是練功夫 練功夫 有種感覺上是身體健康 知道這些不是那麼好的事 所以我不太接觸它 雖然城寨被人烏煙瘴氣 龍蛇溫汁的印象 但這裡長大的羅網 已經習慣生活環境 適應間中沒有水沒有電 以前有洗澡就要去 很久就要去公廁 我試過去公廁 但後來 後來好像 我都不記得了 好像 當然人要洗澡 好像有水 有水 有水上來 幾毫子的 找人擔水上來 擔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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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水洗澡 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那一道極經典畫面 還有偷電之下 滿佈環環的雜亂電線 我們都要交電費 他有人管理 有些偷電 他有電標 不知怎樣 我們都要交電費 但交電費是沒有高單的 規矩每個月 有多少錢 幾十元 二十元 交給他 有人收的 他唯一頂不順的 是城寨的衛生 我在城寨住 天不怕地不怕 人都不怕 最怕的是那些蟑螂 那些蟑螂這麼大隻 哇 有時飛來飛起 天熱 有時飛到我身上 有時在城寨住 不穿衣服 他們熱到很熱 潑線 他們飛過來 爬我們 哇 很熱 打冷陣 最怕的是這方面 當然 因為有時 你那些老鼠 你走過那些老鼠 多多 你走到踢到牠 馬鬼火 踢一下弓箭 有得發洩 踢一下弓箭 摩尖 射到老鼠都不敢迷 住滿三萬居民的城寨 充滿各式各應的活動 他記得當年有叫小電影的真人秀 當城寨最出名就是小電影 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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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口頭禪 有票拿票 沒有票 就拿雷 雷即是兩元 即是那些票都賣光了 沒有票 沒有票 那些人還在門口等 售票員想賺外費 就叫你拿兩元 兩元不用票 可以給你看 所以拔到飽了 排隊 我走去看 他們看不太好 這些東西不太好 這些東西不太好看壞 看壞你的 快點走 他們都很好 所以道有有道 什麼原因 看壞你的 不要看了 快點走 九龍城寨之圍城的slogan 離不開留不低 真實城寨的居民 視這個地方為中轉站 想盡快逃離 亦都有留戀這片成長地方 即逃不過清拆命運 羅網是後者 他一直視城寨是安樂窩 七兄弟喜歡在天台養雞 中葡萄 旺風箏 因為城寨覺得 土生土長方面 有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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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管著 譬如他 叫你這些小店 不要看 偷東西 他又趕他走 自己又有功夫 我覺得他都很太平 沒有什麼特別 甚至是探掌 我掃他 他都不會說 他生氣而已 他都不會說 拉你 五毫子一個槍包 不知道幾好味 蛋撻 焦磨奶粉 好吃 我和太太結婚 都在這住 住到清拆後 我們才搬走 九一年 城寨正式清拆之前 羅富一早買剩自住一層 他們獲賠償二十多萬 並且分配到鑽石山公屋 我看到有些人 可能補得不太好的抗議 有些人 我覺得他賠償得很好 除了人 都會受到有些人 四個塵 的 都會被建造